大家好,歡迎收看這節的即時公諒 林子彤的環節,請你安勞和我們卡安勞 你好,林子彤,你好 多提醒大家,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你204-6566,問一下我們專家的意見 或者追問題的電郵 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00給我們 Facebook上還有直播 大家可以播放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可以留下留言,我會盡快解答大家 我會和大家看看最新的走勢 恆指雜時跌近125點,最新增加24008點 國企指數跌近43點,最新增加9761點 大市成交323億多 市負荷上落為主,2400這個水平徘徊 昨晚美國的就業數據比市場預期差 但是美股其實又不算跌得太多 收市都是跌至200多點左右 大家就關注未來的失業率數字 會升到去什麼水平 現在都預期會去到1.6%了 那個失業率 如果看美股 那些就業數據那麼差的時候 但是回調幅度不算太大 後市會不會有一個隱憂在這裡 對港股會不會有一個困擾 留意一下 未來一兩個月一些的經濟數據 特別是受疫情最大影響的那些 一兩個月就是那些數據 你說經濟數據的預測 你如果不是真的跟預測爭成 可能1成2、10個%的詐句 基本上市場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負面影響 因為說疫情 譬如在就業數據上面 說今次的失業人口上面 譬如你看看首次申請的失業國際金融數 說2,000多萬人 就是說ADP上面 說略高過或者略低過市場預期 可能第一是說1萬多人 幾萬人左右 這些數字又市場不會特別驚訝 說其實很多狀況發生了 因為美國方面的經濟數據 美國的狀況相對透明度比較高 如果短期後市影響市況比較大 相反是說一些前瞻性的經濟數據上面 例如星期五出的非農就業數據 或者失業率上面 現在市場預期在猜 失業率會升到16% 這個數字絕對有條件是得出來的 看回近期的受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 再除回整體美國的隆動人口上面 其實你未來出口的失業率 是17%或者15% 在這個範圍左右 我想市場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反應在這裏 相反之前說會有什麼真正的影響 反而是說一些前瞻性的指標 所以你說其實以往我們看經濟狀況 飛龍那些很重要的 可以實際反映經濟狀況 但由於疫情帶來的短期衝擊 真的比較大 或者是比較大的影響 所以相對地現在說 市場反彈是在炒一個復工 衝勁等等 未來的經濟數據真的會有比較大的影響 反而是說不同地方 不同地區的製造業PMI 或者是說相關活動的狀況 你說一些過往四月份的數據上面 影響是不大的 所以現在其實無論美股也好 港股也好 主要一個狀況就是沒有什麼太大方向在這裏 未來經濟數據明知是差 但是市場不會因為見到經濟數據差 而才去沽那些 所以你說暫時我會覺得是涉況沒有方向 但外圍方面要小心一點 幾個指標經常都說 留意美匯指數和金價 你說美匯指數現在又升到100水平 國際金價亦都跌穿1700水平 發生了些什麼 市場也是在害怕的 盡量避險 所以我覺得現在短線大家審慎一點 不要亂入市 這個都是我普遍建議的策略來的 因為始終在五月份 可能真的會非常波動 特別你說現在多一個因素 就是關於中美貿易的相關消息 你時好時壞的 暫時我們這幾天見不到 有什麼特別重大壞的消息 是 但你不知道今晚 或者過一段時間 特朗普會說什麼 所以後市分我都建議審慎一點 市場的氣氛雖然是樂觀 但有沒有條件可以跟著 樂觀氣氛這樣去炒 這些位置入市 我就不會願意這麼做 好啊 你剛才說到金 今天都有朋友問 現在買金好不好呢 落到千七樓下這些位置買金 第一方面你看看買什麼 就是買實物黃金 黃金ETF這些問題就應該不大 私極會有個普遍 我想你又不會說真的有個很大的調整 我暫時就 就算後市看得差 又未去到覺得會再次出現一些 恐慌性炮銷 狀況在那裏 所以金就相對於奪極有個普遍 但是要留意 如果你買實物黃金 黃金ETF上面 在千七這些位置買 如果你是很短線的 看未來一兩個月的話 會不會一下子升到千八千九這些位置 就應該機會不大 所以你同樣地 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可以看定一些 可以看看是否真的 落到1650樓下這些位置 我覺得才去吸引 就不需要這麼心急 如果金礦股就始終跟金鉛敏感度 會相對比較高 特別說調整勢頭好狼 剛剛穿千七這些才開始 就怎樣都是厚低一點才去買 例如近年都經常說 買金礦股買山東黃金 都不會建議在22元樓上這些位置買 是 根本地有貨的 可以考慮以22元做止賺止息位 先穿了 先走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20元這些位置買 好 不如答答問題先 今天暫時來說都收到幾條問題 981上網多少 17元買中芯國際 昨天就炒這個 在科創板上市 另外就是台積電 第一季業績表現都不錯 大家有個憧憬 中芯下星期三就會出業績 那個情況會不會像台積電一樣 或者是更加好呢 那個表現 始終說中芯國際 我們本身在去年都見到 已經有些相對地比較高端的 晶片的生產市上面投產 業績上面就應該不會太差 但是台積電做得好 但不代表中芯國際做得好 就應該沒有一個 很直接或者很大的關聯性在那 但是你說 譬如昨天中芯國際炒的那些東西 新的技術 科創板上市 不會或者一天就炒完 所以如果把目標設定18元 駁去見之前的高位 但是你說 如果17元賣這些位置絕對是高追的 我不會建議大概貪心 18元這些位置就很獲利 而短期後市 如果中芯真的完全收補 昨天的上升跌口的話 大約落到15元 或者15.5元這些位置 就要考慮自洩 好 另外有朋友問3690 現價買得不行 我衝高了上去 現在去到107.9元 其實不是差很遠 這些位置買得尾團 你真的薄去破之前的高位 那炒什麼 就是炒內地的疫情過了之後 整個經濟活動會有一個back to normal 甚至說經濟的復甦動力 會相對比較強 不是沒有可能的 而且過完疫情之後 大家就是看 整個外賣餐飲業務會更加之強 就是受惠生態圈改變 大家用慣了多些外賣 但是這裡有一點問題 我覺得 因為說一個外賣餐飲業務 在內地上本身已經是非常非常成熟 所以你問是不是真的過了疫情之後 代表業務會有一個很強勁的表現 甚至說酒店、道店業務 復甦動力 有沒有趕到大行那麼強 可以短期來看見有這麼明顯的復甦 這裡有個很大保留空間 所以如果我看得比較審常的情況 我真的不會建議大家告罪的 美團抱一個心態 就是看看有沒有機會下100元才買 在這些位置追 問題就是說破頂 直播率都不會很吸引 你破自己高的看120元 你現在說升 都是說最多一成左右 有時一旦氣氛不可 一個不覺意 又可能調整一升 甚至有一個更深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美團 我不建議這些水平去追 現在市場是炒 在駁破頂的 但是我自己就相對沒有那麼好信心 好啊 另外有一位朋友問兩隻股份 1093和2342 這兩隻 今天早上我們在外面都有談過 即是石藥相對其他藥股 例如Mama 7 那些都比較跑輸一點 接下來又有一些IPO上市 那些又是生物科技股 石藥有沒有機會可以追回落後 我說真的跑輸一點 其實又不是說真的跑輸很多 如果對比Mama 7 如果你對比其他生物製藥的科技公司 B字頭那些 那些略完全是兩回事 那些不看盈利 純粹看前景 我想石藥上面有短線 你可能有機會追一些落後 但如果你看圖上面 我覺得都是一個橫行格局比較多 這些位置的話 石藥怎麼看 如果有貨的我會結構持續的 你始終說都是落後 市況氣氛暫時又不是一面倒差 你不穿14.5這些位置 繼續持續沒問題 至於你說如果去買的話 少住 因為現在市況炒股不炒股 在炒股不炒股格局上 你追一些藥細股 往往跑輸的機會相對比較高 如果是你少住駁的話 以分14.5就只虧位這些位置買 那直駁也可以的 你駁它上16.5左右這些位置 那我就覺得石藥方面 始終現在市場上 真的資金不會炒得很全面 你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消息 你不怕就繼續在這個 14.5至17元這些位置上橫行 另外還有2342的經訊通訊 3.16元現在 應該炒個憧憬 接下來兩會有5G的政策出台 經訊通訊業務有機會受到帶動 經訊通訊能否買得到呢 留意問題上 這些不是最落後的 2342絕對是今年來說 一些比較強勢的股份 你正在一月份開始飆升上去 或者上年十月份開始飆升上去 3元水平流上 股值一定不會叫做便宜 所以你正在說問題 就是這些5G板塊 值不少得繼續去高墜 之前說的市場始終處於一個 炒股不炒市的格局 強勢股反而強硬高墜 有時候那個回報反而未必令人失望 最重要是有意態去炒 近期中美貿易5G消息就不要太樂觀了 例如昨晚看到有些對華為的利好消息 但這些是時好時壞的 特別是對經訊通訊上 直接幫助影響和美國方面沒有太大關係 最重要是內地推一些5G 或者相關的利好消息 兩會的衝勁在 我覺得經訊通訊有個好處 最重要是說起碼配股 你不會擔心高位強硬追了之後 有個配股壓力在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站穩在3元樓上 我的看法都看得樂觀一點 不穿3元可以繼續中長線看好 你經常說樂觀一點 如果真的有很多利好政策 甚至見到今年業績能夠顯著改善的話 我覺得你看到4元這些位置 其實又不過份 好 另外又講一下 再答完問題 又講一下一些焦點股份 海底Low 被股東配股 今天不算跌得太多 最低33.368 仍然手下配股價33.2樓上 現在還要跌幅收窄到34.5% 跌大了1.2% 海底Low 也叫強勢 還有復工或者經濟活動恢復的時候 未來都有一個憧憬 這次配股會不會是一個契機 給大家可以都趁回跳 有機會可以買一買呢 其實留意就是你看到配股之後 股價都不跌得太多 如果你在市場上一間公司 突然間有股東減股 一定是第一個直接反應 會不會是疫情 其實前景不是太樂觀 這些動作也多 但是海底Low 的狀況 就有少少不同 以往我們見到這些狀況的公司之後 可能真的會一談四十歲 或者股價之後會比較弱勢 但是問題第一方面 海底Low 的狀況不同 第一方面就是在整個疫情裡面 海底Low 的整體股價走勢上 都是相對地偏強的 你覺得昨天35元這些位置 距離上市的歷史高位 大概39元38元這些位置 本身都是跌了一成左右 第二方面就是 始終股東拿著海底Low 是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 而手頭上的利引 是非常樂觀 由上市到現在升到這麼多的情況下 做減股市場又不會很意外 所以配股這張消息市場 又不會真的太過負面 純粹一些正常的 可能股東上的一些 資金融資的動作 所以你不要期望 配完股之後的股價就會跌很多 相反地這些位置追 又是同樣的問題 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因為問題就是 比你試試歷史高位 都是升一成半左右 相對地 不斷以一個調整 試試30元這些位置 經常會發生 但問題是看回內地上 復工進度仍然是樂觀 例如服務院PMI 都升到50水平流上 這些因素會令到 海底撈短期要見30元 就不容易 甚至你看圖表上面 不斷畫短期的上升季 你都看到升勢 是非常之強 所以我覺得 如果買炒服務概念 海底撈仍然可以的 這些位置 如果你想著第一次住 看看有沒有機會下到10天 才有這些位置 你就去打招 好 還有751 即是創圍 上季賺超過90 還有一個想法就是 就是兩會的情況 會不會炒家電下鄉 既然第一季 都做得不錯的時候 再加上 接下來有些憧憬 自己的消費政策的時候 創圍這一隻 可不可以再進一步向上 衝高多些 起碼要見兩元 我想炒氣氛 你見兩元不難的 你現在的問題 都是論市盈率 計算的單位數字 股值是非常低 市值只有50億左右 你說兩會的消費政策 說你出來是不是加電 有沒有用 真的未必有用的 說說沒用的原因 創圍大家知道 要做一些電視機 對嗎 電視機在農村上面 其實滲透率 已經每個家庭至少有一部 你不可能農村上面 好像發達城市上面 一個家庭有兩部電視那麼擴張 所以老實說 家庭下鄉 電視行業的幫助性 一定不會大 你不會令到農村地區上面 突然間 再買多些電視 但是問題就是 有沒有用 還有股市炒不炒 就完全兩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想短線投機 駁一些兩會相關的政策的話 創圍你又看到 我又覺得 特別配上上季的盈利 都叫做不算大差 升幅純粹基數效盈利 不要太執著 說盈利很厲害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在這些價位上買的話 都可以的 有一定直播率在 過百這些水平 跌最多都是下過六這些位置做止 你輸一成多左右 但問題上升起來 就兩元這些位置同樣地 就是上落兩毫子 都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你說現在 你看到股價的上升勢頭 都叫做so far so good 你可以駁它 繼續保持在短期上升通道裏面 所以我覺得 創圍這些位置駁 其實都有一定直播落在 但是你買這兩人股份 你又要記住 真的未必說 完全很關於基本因素 甚至跟槍炒 所以你保持在上升通道裏面 這些位置去追真是沒什麼問題的 你看到兩元這些位置又不過份 就是現在過百日的話 就看兩毫子做第一步 兩元 對 升兩毫子價 就做第一步的目標價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阿龍的意見 暫時來說 創圍升大約4.6% 又說一下其他的股份 剛才說到中芯就快出過業績 其實騰訊也是即將會公佈 第一季度的業績 5月13日就會公佈 之前股價在420元上到這些水位的時候 又有一個阻力在 現在410元左右 第一季的業績 大家都知道了 在疫情的情況之下 有些集在家中概念 有些遊戲業務 也應該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但是現在有些人看業績 其實是看前景的預測 如果在經濟活動 未全部回復正常的情況之下 騰訊有沒有機會 就算第一季的業績做得好的時候 都可能會拖一拖股價呢 其實由於現在市場上 對於很多 因為疫情的影響 本身不是很準確的 無論是經濟數據 有好 盈利也好 你跟預期不是差很遠很遠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 不會出現業績之外 有一個很大的反應在 不會大升 也不會大跌 留意騰訊的首國業績 大家在猜中有一個共通點 首由上就是受惠疫情 在猜中升覆 按年來講升兩成多 按季可能還有機會有一個改善 在廣告上面 一些傳統媒體廣告 當然受過民觀經濟影響 但是社交平台 一些網上廣告上面 特別是社交平台那方面 仍然有預料 都是受惠疫情 所以在整個程度 騰訊的確是比較受惠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回騰訊的股價 近期都比較硬 400元都完全跌不穿 通常騰訊穿400元的時候 阿里包包才是200元 你見到近期明顯地 騰訊、美團這些是比較強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在這一刻才想過業績 在400元、410元這些位置追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不合理 你說要追你看得這麼樂觀 你要博業績一早博了 沒有理由在這些水平才出手 所以其實有課的 就建議繼續等 看業績 要買的就是看業績之後 才再想新的保持策略 其實你看好的 那些現在說起碼都看到450元 樓上的 不是說真的完全沒有條件 但是這個好看市況氣氛等等 騰訊我都會建議 400元以下這些位置才去買 不用這麼心急 還有MAR9、MAR8 之前很多人穿190元的時候 又買了 昨天彈上去 但是幅度不算太多 今天又回來了 可能是不是炒阿里巴巴的投資者 如果短線的話 其實都是看著這5、6元的上落 很難可以 因為現在又有一個圓銀減持的陰影 會不會是賺5、6元 大家就要走了 然後再下落 都是炒這個範圍 其實你短線的 無論ATM3 我們都覺得直播率不是太過吸引 因為很多時候行 trend 騰訊和美團都是升一陣 你升完之後雷菇 有時候反而未必讓你在低位買 所以你說中線投資部署 會相對比較好 如果你在短線上 我建議放棄你的雷影股份做炒作 因為很容易會變成一個高買低菇 即是叫做高買低菇的狀況 你理想當然是變得低買高菇 但是操作上會相對比較困難 所以你說阿里巴巴有貨 你問自己有沒有條件中線持有 你要熬過兩樣東西 第一方面就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的軟能減持 還有不知道什麼時候的首季業績 市場現在都是估計半信半疑 估計5月底的時候 阿里巴巴會出首季業績 但是仍未知 而特別第一季 疫情對於阿里巴巴的影響 會是三隻裡面 都是說未知說有美團那麼大負面影響 但是市場上都是覺得不樂觀 應該這麼說 所以我覺得短線的不明朗因素 是會比較多的 所以你說 對於投資者來說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條件繼續中線 短期來說 你不介意去跑輸大肆 或者說要走勢比較弱 長遠來說 你寫回200元樓上 我也有信心 好 另外大家回答WhatsApp上面的問題 有人問移海 剛才說了海底撈 有一個賠股的情況 移海作為供應商 直接上升 現在這個朋友手頭上有貨 應該是賺錢 但沒有說買入價 他有什麼位置賺好呢 如果回落還建不建議交貨 看看回到多少 其實你說 始終升得多 你設定一個指賺位 我覺得是好的 你始終說 移海同樣地 有機會有些股東減少相關因素 你猜不到的 如果你是真的在一個指賺位 可以考慮到60元這些水平 你還可以有一成左右的buffer 因為股價真的強勢 而參考海底撈移海 我們都會覺得 中長線的投資價值仍然還在 你說還有機會擴大Market Share 特別移海方面 你可以留意除非看到業績 未來真的有捲著見頂的壓力 否則股值都是容易向上升 那麼高估值的股份再加注 就真的不建議 但是我會建議 以60元做一個指賺指示 好 還有一個板塊要問的 就是水泥股 中建財暫時升大 百瓶之四 有大行看好 再加上衝勁一些經濟政策 水泥需求會上升 但是都升了很多上來 直播率是否已經不吸引水泥股 難道直播率不會特別吸引 因為水泥股你看到絕大部份 就是整個三月份開始 都是一些典型的V彈股份 但是昨天也有說過 你炒基建 水泥會相對比較好 水泥股我覺得論直播率 不會特別吸引 特別你中建財今天升了4% 但是這些位置追 一成的上網空間 我覺得會有的 但是始終水泥股上面 我都不會建議中建財 始終一些負債水平高的公司 後市我都看得比較審實 如果你看看你對水泥的看法 你沒有看法的 你純粹聽我們說的 我們會建議穩穩盡 賣就開了水泥 但是如果你本身覺得 內地的水泥價格一定是怎樣的 一定覺得內地的供給質改革 限制涂體落後產能 控制產能的供應上面 雖然OK水泥價格 整體長遠來說都可以升 始終中建財的估值又比較低 跟水泥價格的敏感相對比較高 你短線駁它升一層 前面的升幅可能會高一點 這是提心態的 如果你真是好看好 水泥行業的話 可以考慮中建財 但是如果一般看法 純粹聽我們意見的話 我們都是建議安全一點為主 買回海洋水會好一點 好 還有有位朋友問一些啤酒股 啤酒股有沒有條件 可以現在買來 短線去做炒作呢 我就不是太建議的 因為其實啤酒股上 我們真的看到星期一升 都特別厲害 星期一大家炒些什麼 大家很害怕中美貿易戰 星期一 市跌了一千點 你往往在參考2018年 2019年的狀況 在中美貿易戰上 差不多每個行業都是跌 唯獨是啤酒行業 相對地的影響不大 也有些大行報告傳 就是有些啤酒公司準備價格 但我自己的看法 當時也有說 你這些市況 或者現在的宏觀經濟環境 要在合謀定價 合謀交價上 就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說可能純粹市場 一面倒落 趁現在沒東西找 一面倒落 會這樣夾鋪了 所以啤酒股 我覺得都不值得這些位置去追 甚至你看百威首櫃的業績 其實你說疫情對啤酒股的行業 影響到很大 而最重要是說 短線是否有一個顯著復素 如果你說人家出街去餐飲等等 不如買之前說的海底撈 復工概念比較直接 所以太過間接了 所以我覺得 如果純粹現在博 博一些啤酒廠 會來未來加價的話 我覺得直博率不吸引 啤酒股 都是屬於一些高估值的辦法 我就不建議去追 好 麻煩你安隆 這麼詳細的分析 還有一點時間 再看看昨天升得比較多 就是影業股 貓眼娛樂 原來今天再升到1.6% 炒的戲院可以重開 或者復工概念 昨天就說到 連這些板塊都炒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復的市場 擔不擔心有這樣的陰影 又不會因為影視的星是復的 或者炒了這些板塊 但是昨天你又看到 不僅是貓眼娛樂 阿里影業 IMAX China 上面三種都是有得升 你真的不排除復工 上面突然間 覺得電影都可以這樣升 但是你又看到 今天譬如阿里影業 IMAX China 這些都升得沒那麼厲害 而最重要就是 貓眼娛樂始終在疫情前 業績真的OK 有一個點著改善的跡象 經常都說 這年疫情不是洗牌的 純粹一個一次性衝擊 疫情之前OK的 之後都會OK化 所以資金去炒 我覺得不會太意外 但是你留意就是之前所說的 你所說的市況生命 我始終都在說 有很多指標 譬如美匯 金 這些都是反映市場的避險症 好像在升幻 你說資金真的不多出路 有時候真的有些股票 突然間炒起來 暫時看到很多情況都是一層 你貓眼今天的升幅都有所受責 我覺得我自己後市的看法 都是偏審慎為主 都是小心點為妙 好的 麻煩你 我詳細分析 都申報先說了很多不同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都沒有持有的 麻煩你 我詳細分析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 網址 稍後回來再見 再見